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李子 今天我来用面粉做一个好吃的 准备200克面粉 加入2克酵母 一点点白糖 促进酵母发酵 再打入两个鸡蛋 用250毫升左右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面粉搅到没有颗粒 搅成这种稀一点的面糊 盖上保鲜膜 密封醒发一个小时 趁着醒面的时间 我们切一点香菜和胡萝卜 切个碎一点 已经发酵好了 现在我们将胡萝卜碎和香菜碎 放到面里面搅拌均匀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胡椒粉去腥 再把它们搅拌均匀 玻璃倒油 油烧至冒小气泡 我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先将汤勺放在油里面 过一下 将面糊舀入勺子中 让油没过勺子 面蓬松之后 它会自动脱落 我们再做下一个 我们一个一个的做 然后前面炸好的 就可以先出锅 美味就出锅了 非常的蓬松暄软 外酥里嫩 非常好吃 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